如果说有第二种写法 我理论上会怎么样呢 先把上面这一种先注解一下 然后再改 不然的话你如果 第二种写法我稍微说一下 因为同学有问过 不过反正你写的顺都OK 就是不要end 你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把那个 这个 应该是把大于等于 等于是把这个L 这个H 这个H放在中间 然后呢你这个什么 18岁 把它摆在哪里 摆在这个的前面 这个可以拿掉 多一个 那你知道怎么样 把它在小于等于就好了 这边小于等于 OK 这样子的叙述 跟上面的叙述 结果会是一样的 OK 哪一个比较简单 反正就习惯了 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所以有人习惯写下面的方法 有人习惯写上面的方法 那我自己是比较习惯写上面的方法 因为感觉下面的方法 虽然比较简短 但是感觉好像比较是属于 那个 比较 没有那么的口语的感觉 因为上面多一个end 感觉好像比较口语 OK 不过这种 每一种写法你只要习惯 而且是正确的 逻辑都没有问题 OK